马总统真的笨吗 还是很多人认为其实马总统一点都不笨 我们看退休军公教的慰问金还没有着落 明天知道马总统说要听 明天早上八点半要找包括行政院长陈冲拉 还有考试院长关忠 以及立法院长王金平三加一 三加一当然不是要打麻糬 要针对年金的问题要来改革 他真的要改革吗 要改革谈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部分 他要不要面对2009年 第一届的资深明代跟万年国会职员当中 不仅年终会问金内 还有18%优惠的存款账户 现在被爆出说名单只有36人 却出现50多个优存账户 政府每一年要编列3100万元来支付这一些利息 看看2009年 马总统上任之后是怎么把他偷渡闯关成功的 资深老国代一场内表决画面早已成为绝响 但事隔数十年万年国会却留下了些财政问题 前存银行领利息 首届资深明代和万年国会职员福利之多 除了年终会问金 还有18%优存账户 但账户本该一人一个 没想到36个职员却出现50个优存账户 这些加起来 政府每年得替他们多负担3100万的利息 事实上除了万年国会职员 全国退售军工教重复开户的数量更是惊人 达到7万多户 一个月的回存金上看270亿元 2010年表决EFA蓝绿闹哄哄 最后民进党团27席全部退席抗议 不愿意帮亲中的两岸政策背书 但台面下大家没看到的是 共党团还趁机偷渡法案 公务人员退休法修正通过 王津平一锤敲下去 18%搞偷渡 在贬政府时期缩减存款额度 上限定为200万 一个月能领3万元利息 但马总统一上任 不是新冠上任三把火 而是公务员有水通通有 存款额度调为300万 每月能领的利息暴增到4.5万 18%搞偷渡 枪杀的公平正义 如果国家濒临破产 执政党立委恐怕难及其咎 好 马总统到底是不是个笨蛋 还是有人认为 其实笨蛋的背后有更多 他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让官人朋友看 现在整个语音投票还在进行当中 外交部说经济学人的原文 无意误入 他说没有误入的意思 然后除了外交部说 没有误入的意思之外 我们让你看中央社说 经济学人说台湾媒体 这是误意报道 中华民国驻英国代表 沈旅荀告诉台湾的 中央通讯社记者 经济学人这篇报道刊出之后 祝英代表处在第一时间主动跟齐格勒 齐格勒就是亚洲版的主编 经济学人亚洲版的主编联络 表达关切 并且希望当面沟通 19号接获了他的来信之后 祝英代表再将中华民国的各项成就事实跟数字 投书经济学人来清楚说明 好 齐格勒说 所有的媒体 台湾的媒体 这是外交部说的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问到他本人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说 台湾的媒体真的翻译错了 那大家都一起错了吗 我们一个一个报纸 让观众朋友看 这是联络的败落 经济学人杂志平马笨拙的总统 用的是什么笨拙 联络 联络在环登工的礼拜天的头版 笨拙风波马促注音代表 抗议 这是联络的部 你看拜六的蓬国一部 他的翻译说什么 经济学人冒号马英九老师出包 有没有负面的意思 来看中国时报 来 旺旺系列 这是中国时报礼拜六 经济学人重匹马笨蛋 辅冒号积极改进 中国时报他也用笨蛋 到了星期天的中国时报 还在用笨 王健宣冒号马不笨 只是魄力不够 还包括有一篇配合的报道 博笨蛋说 马英九说 经济情势正在好转当中 来看自由时报 他用的最直接 专闻评论经济学人冒号 笨蛋 马英九 到了今天这两天的联合报 这昨天联合报 在这个投书里头 还在用笨蛋 笨蛋无信意 夯批马才夸张 来邀请教师国栋大哥 这个情势就是这样子吗 是真的翻译错了吗 大家都错了 这就是中文的奥名 其实笨蛋 两年你如果要他改叉 我常在记得 愚公愚三 人家说那笨蛋 他有坚持啊 他要去一堆参盘走啊 每天都在拖 驾身子都在滚 说我一台一台一直滚下去 这参被我滚了啊 头一天在说笨蛋 我也说笨蛋有时候不见得坏哦 不能做 不愿做 不敢做的 只有笨蛋回去做 我们也这样说过了 但是这件问题对马英九来说 他是分手的重视耶 他重视到你怎么去改叉这个 他心来自有定见 笨蛋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 不能让我告诉你 11个人笨蛋 所以这些朱英代表 坚持到要死 总统免允许直接下命令 审理心你赶快给我处理 审理不是也知道 跟马英九的高中等也好 他不知道这个 对马英九的沙赏力拉大 是要对救日思台湾 一个还要想到 罗伯和平讲的人 习罗都笨蛋 未来他的政治路怎么走 有一天他跟中国 要政治谈判的时候 是不是再在一片 笨蛋与什么要谈政治谈判 所以他对这种 重视我们今天在外面 没出来的说话是 其实你要灭火 你就滴水灭 你不要火上加油 你滴下去 每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所以天宁 真的大家翻译都犯错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君 到今天 如果整个政府 还在让这个话题去延烧 那就是用行动 证明他是个笨蛋 对不对 他第一天雍容大度 他就认为说没关系 他接受各种的批评 我这个有过改之 无过自免 这台风的态度就过去了 那是一个民间的 虽然很有混乱 就是一个民间的十字而已 你身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你的文武百官 每天都在搞笨蛋的话题 搞到后来到今天还在讨论笨蛋 那你不是笨蛋是什么 我们来讲一个这一次刚结束的总统 美国总统选举好了 他们前美国的幕僚长 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在评论欧巴马的时候 他也是用Bumbler 他讲说 We have a Bumbler in the White House 台湾的媒体每一家都翻译说 我们的白宫里面有个笨蛋 Bumbler就是笨蛋 你要叫他马笨王 马笨帝都没关系 那就是讲笨蛋 你就承认 那就是国外的一种评论嘛 你就算了 到今天还在讨论 那不是笨蛋是什么 另外我要看到刚才讲的那些话题里面 这个笨蛋却造成了国家多大的灾难 你看看明天我们卫皇委员会要讨论什么 叫做补充保费 那个就是像国外大哥奖金领很多 各种费用领很多的扣最多 很多人现在都在伤脑筋 不知道要扣多少保费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五百部 多少钱而已 两百共八页 五百部 可是我跟大家讲 一个没有法云的年终慰问金 到现在立法院还莫衷于是 国民党没有共识的年终慰问金 就要两百零二亿了 你知道那意思吗 你知道那多严重吗 搞半天让全台湾 这个鸡犬不宁的补充保费 才两百零八亿 一个年终慰问金就两百零二亿 更严重的是刚刚讲的18%存款 刚刚讲那些偷鸡摸狗补回去的 都不管了 全部的18% 一年要花801亿 801亿 等于补充保费的四倍 所以这种阶级的对立 在马英九回复之后更严重了 他把以前的改革全部都回到原点 甚至更为严重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你马英九每天都在用你的行动 证明你的笨拙 证明你的犹豫不决 证明你是个笨蛋 我会认为你用你的行动 去给人民一个交代 国事会议是最好的 结果不是 明天三加一 这个你讲的好了 戳麻将嘛 这三个人都是你自己人 都顾民党的嘛 都自己有的是去捏冷的 这些是没冷的 是正义的 要那倒阁的啦 那另外一个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当然是立法院院长 他有在做什么 但问题是 这三个人不会有不同意见嘛 真正有不同意见的 你问你市长就好了 我给你挂保证 一个202亿没有法院依据 毫无正当性的年终慰问金 都搞成这样了 你要900多万人 每个月多缴费率 退休以后 领的钱比较少 或者你叫军工教人员 未来在工榜里面怎么改革 我现在就告诉你 做不到了啦 做不到了 所以这个笨蛋的政府 笨拙的政府 不召开国事会议 一定是一事无成 我请教企创 看起来马总统不笨啊 他真厉害 可以顾自己的铁票部队 2009 我不知道说民进党 那时候他偷渡 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还是你们有放水 那时候我没有当立委 不好意思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然你还在问 你现在怎么当 真不好意思 那时候比较寒冷 可以吗 书记长 要去理解一下 我我想是这样 我非常同意天宁刚刚提到的一点 其实我觉得当时 我第一天看这个报纸 我认为这一天新闻嘛 就过过来有一个 较有权威 博主带 跟马英雄也说 这个马英雄是笨蛋 好笨拙好 一天就算了 我认为这一天新闻 口水啦 没什么 但是我发现 我这真的有一个笨蛋 跟这件事一直插一直插一直插 很怕 大家不知道马英雄是笨蛋 连续炒了好几天 到今天为止 外交部还在发新闻吧 还有我们今天还要浪费大家的钱来投票 所有的英文老师都快被动员出来解释 什么叫bomber了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如果笨蛋是十分笨 笨拙叫九分笨 韩蛮叫做八分笨 我问你 八分笨 九分笨 十分笨 有什么差别 今天如果马英雄是笨 你跟我说笨 我当然要出来解释 我是笨 我不是笨 你就十分笨 到九分笨 都是笨 这对台湾来说都是笨 都是笨 都是笨的事情 好 这个政府很厉害 每天一直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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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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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今天馬總統 你要認真嚴肅的對待這個問題 不是在Bomber這個字上面去著手 而是你要看看經濟學院裡面寫什麼 你看嘛 很簡單嘛 第一句話 開宗明義告訴你說 以前讓人心動的馬英九 現在已經不再閃耀了 T台的民調中心告訴你 他的這個數字 支持度已經剩下13%了 台灣馬英九 來來 我這個比較清楚 我來念 你念嗎 現在你覺得這個報導有沒有錯 其實有錯的話更正 不應該是這個標題 罵了Bomber 這個來 蔡正元念一遍好不好 這個英文老師念一遍 我不敢不敢 媽的Bomber Bomber OK 來 你看喔 文章真的 經濟學院雜誌這篇報導 12345678 有錯嗎 我們看第一段 2008第一次當選 被台灣人民寄予厚望 希望可以打開經濟的新局面 結果呢 現在呢 要幫助台灣走出邊緣化危機 他的形象是一個從國民黨 竄出的青年技術官僚 當時他相當受歡迎 然後呢 再一個第二段 這個國家的人民 目前對馬友的共識 馬英九是無能的白痴 網友的翻譯喔 一般百姓無法改善生活 心思已經停滯10年 有沒有錯 第四段 為了回應反對黨或媒體批評 他頻繁的變更政策 這也顯示他的優柔寡斷 有沒有錯 第五段 大眾的憤怒最早出現在六月 當馬英九將政府補貼的電價調漲 好 第六段 看起來也對啊 第七段 民眾現在也擔心 國家的退休金制度 會在不到20年內破產 我覺得他很瞭解台灣耶 陳聰怎麼說他不瞭解台灣 最後這一句話來說 馬英九的青年形象 也隨著內閣秘書長 被起訴而蒙上陰影 很瞭解台灣耶 然後倒數二段 國民黨開始有點黨內細強 經濟成長遲緩的情形執政 也不過是個丐幫幫主 按批了 他也聽不到了 對不對 他也知道啦 然後最後一段 他的信譽正在不定的流失當中 徐老師 這個所謂的精準的文藝當中 跟一般百姓所認識的馬英九總統 吻不吻合 我覺得完全一致啊 所以今天外交部 只能去挑那個開頭說 這個bumber是什麼意思 小英那真的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前面講 這講的事情 都是每一個台灣人民 心目中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覺得重要的是馬總統的心態 剛才國中大哥講得很好啊 馬總統如果那時候出來講說 我這個笨蛋是愚工的笨蛋 是堅持做對事情的笨蛋 小英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就跟那時候連社文講他什麼 蓋幫 如果是蓋幫幫主 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時候 馬英九主要出來講說 我要跟與民同苦啦 怎樣怎樣 小英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這些字都講到他的要害 讓他受不了 所以才會有神旅行 才會有這個啊 剛才講星期五的新聞對不對 今天禮拜幾 今天禮拜二我們晚上還在討論耶 星期二 對 所以我意思說 今天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馬總統你的心態 馬總統是哈佛高台生 他很清楚知道 這個字是不好的字 這個字是負面的 這個字是在罵他的啦 來齊昌繼續來 所以我剛剛講嘛 重點不在於他前面那個bumber 是什麼意思 而在於說這個內容裡面 你做一個國家的總統 你現在外國媒體跟你指證的部分 從剛剛小君念的沒有效率 裡面提到的優柔寡斷 清臉的形象也學行政院長蒙上陰寧 然後二十年退休基金就要破產 然後貧窮線以下的家庭聚增 然後薪資倒退 這個停滯了十年 這些東西不就在形容你馬英九嗎 如果今天馬英九 你真的在乎內容 你不是在bumber上面去做文章 叫你那一群笨蛋的這些部長或幕僚 拼命的不斷在討這個新聞 而是什麼 你誠懇的出來解決這些問題吧 如果今天你想要洗刷人家對你的指責 你應該勇敢誠實的面對你現在的問題吧 如果今天被人家寫到這樣子 我認為比一個笨蛋還糟糕啦 如果內容是寫成這個樣子 我深深的覺得 這個內容已經超越了標題了 這個內容對馬英九的指控 對馬英九的批評 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個標題所指控的 今天 剛剛小君提到 國家的改革 為什麼 剛剛大家提到說馬英九到底是壞還是笨 其實馬英九這個壞中帶笨 笨中帶壞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國事會議 這件事情 照理講 很多人都說 這政黨這樣說 政黨的事情 政黨就拿著頭 政黨擋著頭 政黨擋著頭 政黨怎麼會這樣傻傻 傻傻 政黨可能可能是傻傻的 但我要講的是 對這件事情的思考裡面 我們已經都很清楚 立法院有史以來 在中華民國立書面上 你去找找找 不要說你來個地議會去看 有人太異常了 我相信我不知道 未來有沒有 但過去沒有 立法院都可以做了這件事情 把自己砍了86萬 雖然還有人不滿意 但是已經砍了86萬 砍了86萬之後 如果立法委員都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是國家改革的契機 社會的支持度 立法委員願意以身作者 先自己動刀 為什麼要浪費這個國家的契機 如果今天馬英九 你好不容易把握了這個機會 好好來做 宅野董照你的 不是你去宅野董 每次宅野董照你的 宅野董照你的 你明天才會說 沒有 我要跟你們記名 我明天只有找我三個院長 大家來聚聚 聚聚也好 大家問 沒有你們聚聚也好 要提出一個什麼方案 沒有 不會有方案 純粹大家就是 喝咖啡 純聊天吧 我覺得這個政府 為什麼人家會這樣來形容他 如果今天真的 你要洗刷園區 不是整天在那邊 成口舌之變 而是做一點事情出來 讓全台灣人民看看 看看你這個總統 到底是不是人家 國外所講的 是一個笨蛋總統 是不是人家跟你 詳細的指控 你這執政五年來 你在台灣所做下的 這些不好的事情 無能的事情 做點事情吧 解決笨蛋 最好的方式就是 做一做聰明的事情 而不是整天在那邊講說 沒有啦 我其實是九分笨 你罵得太重了 我只是沒那麼傻 我傻到沒那麼離譜 那也是傻 結論也是傻 這個毛理事長 你看到今天 自由時報 又以非常大的篇幅 說在2009年 當時馬總統在 贏得總統大選之後 利用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優勢 利用在FR的過程當中 偷渡 又把回覆 當時有7萬人 7萬人恢復有18%等 有雙戶頭的問題 你怎麼看 現在看起來 都是總統的問題 都是國民黨的問題 國民黨能夠不面對這樣的改革嗎 可是這麼重大議題當中 我看馬總統 好像沒腰沒筋 你怎麼看這個情勢發展 我想 現在2300萬人 都應該共同去面對 退伏基金是比較破產的 國家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剛剛幾位委員都講的重要 經濟的問題已經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 假如今天國家非常有錢的時候 誰分錢 大概都不會有話講話 現在狀況是那麼慘的狀況 每個退伏基金都要破產了 尤其勞退要破產了 是不是真正應該做下來 大家談談 所以事實上在野黨提的國事會議 我想很多勞工都認為說 這應該是大家共同面對的 民進黨推出來這樣的方向 甚至一些在野的人都認為說 這個方向是對的 那就真正應該做下來好好去談 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現在挖出來更多的東西 只是證明 你當時把很多的錢發出去了 那可是回到現在是 狀況不允許再這樣發的時候 軍公教都得共同去面對 今天不是軍人拿得多 或是公務員拿得多 我們面對是 你再拿下去 這國家沒有辦法活下去了 那是不是 勞工也要看到這塊 假如 所以剛剛一直在討論笨蛋笨蛋 前面講的話 問題在經濟 笨蛋問題在經濟 我們一直在賺在這個裡面 花了那麼多精神 你還不坐下來跟在野黨 跟所有人民談談 方向是怎麼樣 帶給人民一個方向 你目前為止 你們的勞工團體 或是你了解的 官方有曾經去跟你們做說明 或溝通過嗎 有沒有 有說明意思說 會提高保費 會降低給付 可是這只是把勞工嚇壞了 我想剛剛趙委員講的 那就是把勞工嚇壞 勞工叫你去接受這樣的方法 然後你們放心 勞保不會倒 勞保不會破產 你們不要那麼急著去領 可是這不是 不是用嘴巴去講的 那你不光只是對勞工講 你同樣要對軍工教去說明 說今天不是 你們領得好就結束了 勞工 勞工事上領的並不多 可是我們都得面對說 我們這一代領的 下一代怎麼辦 我們都面對同樣的問題 軍工教也要面對 我們今天整個領的 是國家是要整個破產 這才是真是重要 那我們真的認為說 他真應該坐下來 跟這些人 全體都在一條船上 這條船已經要撞山了 這條船已經要沉了 你還不去面對這樣子 你先找那幾個院長 我不相信會有結果 你不相信對不對 好 我們等一下繼續談論 我們先開放Coin 來 截至目前為止 在認為 經濟學人這個標題裡頭 儘管他的亞洲版的編輯 認為這沒有任何的 所謂的笨蛋的意思 是國內的媒體翻譯錯誤 可是還是壓倒性認為 這個意思其實就是現在 所講的笨蛋的意思 來 我們開放Coin 第一通接在高雄的黃小姐 黃小姐不好意思 讓你久等黃小姐請說 你好 你好 黃小姐請說 我考了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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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我重點 要好你們 我們在這裡討論 都沒辦法 重點看你們有辦法 跟他們抖 我們的輸造基金 都抖不少就拿去 他怎麼沒有要用 我講得對不對 他怎麼沒有要用 他怎麼沒有要用 他國民黨的祖先去導出 去台北都導出 對 他 他不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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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黃小姐 來台南的陳先生 來 擔寫你好 主席你好 你好 全國的同胞大家好 你好 畢姓陳 陳先生請說 我在此 要副業全國的同胞 要謹慎而出 要堅決的 來反對主權基金的 成立或者是到中國投資 是 因為這個投資 如果失敗的話 那馬巴伯爾 就把台灣的主權輸掉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先生來 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你好 我剛剛很同意蔡正元委員的那個說法 那巴伯爾不是stupid 我剛剛查了那個亞富的那個字典 是 我查出來是stupid加伊亞 我是國洞大哥以前在西班牙 跟我媽媽跟他的夫人一起通團的 我很支持國洞大哥加油 是 好 謝謝李先生 來高雄的蔡小姐 蔡小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我覺得回顧列任總統 沒有一位是被罵到如此尊嚴掃地的 而不自知的 那他是絕無僅有 我覺得怎麼講好像也沒什麼用 因為我覺得馬英九是高度 我懷疑他是一個典型的那種亞斯伯格政的人 就是他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他有他固化的思維跟銅槍鐵壁般的一個防衛 所以這些他都不自知啊 只有他看他假勞的時候會不會長智慧 或請醫生來幫忙 那基本上這是他個人的事 但是我真的很擔心國家撐不了接下來 他還有三年的執政 那我也希望說這個內閣真的要加油了 看能不能有像魏徵這樣的人出現 那再者我會建議說五權是不是簡化為三權 因為我覺得監察院的糾正糾舉彈劾權都功能不張啊 那考試院退休等等的事情也搞得烏煙瘴氣的 基本上我覺得三權他行之多年只有他的道理 好謝謝超姐 來彰化的陳先生來 陳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來臉大家好 你好 這個問題就是 現在剛才那個調天人有說到 那個什麼衛環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沒去注意到 那個中國學生要來台灣 那個憲保肺 就實在通過嘛 所以現在大家在火災都沒有用嘛 人家老伯就是氣種電毒 氣毒劍桶 今天民進黨在做什麼 民進黨還有一個筍子 也去中國 就在背書 所以這些都沒有重要 你說怎麼說 他就是要這樣做嘛 你現在看到社會多多 中國最近在台灣買一些 沒有路營 沒有人在住上半大樓 跟他做飯店 沒有油門車做什麼 其實他很多路工 我們就沒有路報嘛 所以你說我們八百九十萬 看到鬼 你現在大家三個腦 搖到要死 沒有老伯也要做 所以像我比他們的學部歲 要做多久 他應該知道我什麼人 好 謝謝 講我的前線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再回到我們討論